你现在可以说 我很感激 徐志勇老师 多年来给我们送馒头 送棉衣往桥栋下边 我们所有今天能活着 就是 徐老师救济了我们 没得冻死饿死 年年都给我们送棉衣 春节给我们送饺子 都送到我们住的地方 都送往那儿 今天徐志勇被抓了 今年谁给你们送棉衣 今年我还不知道谁能送 我求助了很多地方政府 也不给我地保 啥都没有 现在我是儿子被杀了 凶手给放了 徐志勇被抓 你有什么感想 徐志勇被抓 我认为说都抓反了 坏人不抓 抓好人 我认为说 这也是我认为说 腐败的耻辱 他们呢 你能使失点 我喜欢 我们是 我认为四季一